本土疫情升温 国内清症或无症状者占99.62% 出现打喷嚏咳嗽这些症状 就代表感染Omicron了吗 到底是感冒还是被感染到新冠 要不要去买快筛试剂 要不要先跟家人自主隔离 其实在这么多担心中 有些方法可以从症状中去分辨 终于博士楼中亮分享感冒和Omicron症状差异 感冒常见发烧 咳嗽 流鼻水 鼻塞 喉咙痛 而感染Omicron则会出现干咳 喉咙沙哑 肌肉酸痛或极度疲劳 其中干咳以及喉咙沙哑最为特别 医师提醒由于Omicron属于上呼吸道症状疾病 有喉咙不适要特别留意 我们称为跳颈病 我就是说比较常出现在 应该是在喉咙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Omicron本土症状超过半数会咳嗽 喉咙不适也将近一半 49% 其余是发烧 流鼻水或鼻塞以及头痛 主要还是以喉咙症状为主 所以如果你开始觉得出现持续性干咳 以及声音开始沙哑 就快一点去买快筛来筛 当然裁剪或问TOCC 也是专业医师问诊的最好依据 群聚使接触使去临床判断 他是不是可能的感染者 医师黄宣建议民众自行快筛 有四个最佳时机 包含有喉咙咳嗽流鼻水等症状 持续三天以上 足迹重叠和确诊者在同一个空间 或常在高风险地区活动 但没有症状最好都要快筛 即使你是无症状 过了两三天以后病毒量增高 那你急快筛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阳性 奥姆孔病毒狡猾 无论轻症或无症状都不可大意 若自觉喉咙肝痒或身体不适 还是立即裁剪最保险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水神抗菌液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力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银的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好可以有折扣哦 谢谢大家